同学,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呢,我们看一下 它说光线这样子照射,这是个平面镜 这是个平面镜,对不对 然后反射以后光会往这边跑过去 请问,如果我要让这个反射线射到这个P点的话 请问我这个平面镜,我要顺时振转还是逆时振转 这个哥哥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同学讲过 这叫做光杠杆原理,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光杠杆原理是在高中的课程里面才会有的 那国中只是跟你讲一个方向,一个大概的方向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说你想要真正了解的话 那哥哥在课堂上会跟你做介绍,可以吗 所以同学,记得理化早时长,成绩一定赞 OK,来,我们看一下 光线这样子照射,我要让它射到这个P的话 我的镜子要顺还是逆 你看一下,如果我顺时针转的话 我顺时针转,对不对 那你的法线也会跟着转啊 你的法线也会跟着转 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法线,我用虚线表示 后来的法线是实现的 所以同学,入射角变大了 你看哦,现在入射角变大了 所以它的反射角也会变大 可以吗 所以反射角变大 我就可以射中这个P点了 所以我如果说要射中P点 我的镜子要怎么移 顺还是逆时针 顺时针移动 这样子可以吗 这是我们的第四题 请不吝点赞